创意理财尽在运通 高股息的股票即將要掛牌了 4月9號有兩檔 另外有五檔股票 在5月跟6月五檔ETF 要做換股的動作 為什麼要換股 因為叫高股息 如果你配息沒有那麼高 或者你獲利衰退了 沒辦法配那麼高的股息 當然要換股 這個加起來大概在五月份 有接近一兆 一兆的資金會挪動 這是很重要的 大概會買哪些股票 因為現金高股息殖利率 它有一個限制 大概是3.5% 現金殖利率3.5%以上的 才會考慮 最近已經在做動作了 因為下個禮拜四 5月9號要掛牌 所以最近已經在做動作了 所以我說這個地方 你不能再觀望 你要出手 那上一次 一天五掛牌是什麼時候 那記得嗎 00939 3月20 00940 4月1號 那之前法人有什麼動作 我給大家看一下 3月20 00939 4月1號00940 那在這前面怎麼樣 投信一路買對不對 因為這兩兆基金嘛 那投信買的基金是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股息殖利率 現金殖利率3.5%以上的股票 那這些大部分 是傳廠股 所以為什麼傳廠股一路漲 因為傳廠股呢 它的股息殖利率比較高 那電子股都算什麼 電子股大部分都用本益筆來算 因為電子股是成長的 傳廠股是固定股息 那有時間我們慢慢講 那今天要跟大家談的是 3月為什麼投信買這麼多 因為這兩檔要掛牌嘛 那你提前卡位 是不是可以賺錢 那現在5月9號 5月9號有00944 00946要掛牌 那5月9號之前 就跟這裡3月24月1號之前 投信已經卡位了嘛 那現在掛牌之前 ETU卡位了沒有 它已經在進場卡位了 最明顯的例子是長榮行 長榮行往上走呢 投信連續買多少 連續買了10天 那我要明明提早卡位了 那還有哪一些股票 值得高於3.5%的 值得高於3.5%的 ETU還會買什麼 這裡有一兆的資金喔 所以這個是今天的一個重點 今天大盤開高 為什麼開高 因為美股拉尾盤大漲 那美股為什麼大漲 應該把我講什麼 下一步不太可能是升息 也就是說不可能升息 降息的機會比較大 但也不會立即降息 但重點是什麼 不太可能升息 各派嘛 大家擔心呢 它又偏鷹派對不對 那這個一講出來 現在美國股市就拉尾盤了嘛 那拉尾盤 台股就開高啦 那開高以後呢 又溜滑地往下掉 漲107點 那接下來怎麼看 那我剛剛講了嘛 5月份 有大概進一兆的資金 會做一個挪動 挪移 有些ETO是新掛牌的 會買進 那有些是要換股 那如果獲利不好的 配息不高的 就有可能會挪移嘛 再轉進 那為什麼講 長農行 長農行今天又繼續漲喔 漲不停 那五湖今天呢 還是在漲 昨天說超過五成啊 這兩人往上走 昨天五成對不對 現在是開放 是超過五成 這個位置是最好的買點 那我說我只買起漲啊 再度的印證對不對 五成 那接下來長農行又往上走了 那接下來呢 上兆的資金 大挪移 會移到什麼股票 我給大家看這一張 長農行 全市場第一個講長農行啦 我們研究團隊一直在研究ETF 接下來先掛牌呢 會買什麼 提前卡位嘛 漲上來呢 很多老師都在講 但沒有關係 他已經買十天了 我們已經做教 買在起漲 那我說五月九號 有兩檔ETF要掛牌 投信買十天 連續買對不對 他為什麼買這一檔 我記得當初跟大家談 長農行的時候 我講到一個重點 他去年賺4.1元 碳細抗 股價 那30出頭 我們買在33塊 不管是算本益比 或算現金殖利率 都偏低 納售現金殖利率超過多少 超過5% 那告股期殖利率呢 它的一個標準 就大概是3.5% 所以它遠大於5% 那股價往上漲了以後 那股價往上漲了以後 殖利率 現金殖利率會往下掉 那現在漲這一段以後 它往下掉變成多少 變成4.77 還是大於3.5% 那我大概算了一下 長農航空漲到哪一個價位 它的股息殖利率 會剛好等於ETF的一個標準 3.5% 答案是多少 51塊 那今天收盤多少 37.7 那它上一波的高點是多少 這一段 就這一段 去年6月的高點是42 42 現在現金殖利率是4.77 ETA5殖利率大於3.5% 它就會買 那長農航如果漲到51.4% 殖利率等於3.5% 那所以說這個地方 有可能 這裡42塊有可能會過 那會不會到51 50 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代會員 紅低買進 那這一檔股票呢 我們有兩組會員買進 特別會員跟尊榮會員 那通常這些會員都是買高價股 但這一檔不一樣 現金殖利率太低 網上有波段的空間 而且重點是什麼 它是超級熱門的股票 不管你資金有多少 你都可以成交 今天24萬張 前幾天36萬張 這代表什麼 一天有上百億的資金 集中在長農行 所以特別會員 尊榮會員能不能買得到 全部都成交 那至少這一段 先坐級嘛 那會不會來到這裡 或者會不會來到51 先不管 我只買7張點 我先賺到這一段嘛 就跟五湖旅行社一樣啊 昨天我們賺了五成啊 那兩岸會不會開放 這應該信總統決定嘛 信總統的什麼時候就職 五月二十啊 那今天五月三號 那沒有決定之前 會不會掉下來 機會不大嘛 那這個地方往上走已經鎖馬 那五成 那我前前已經講過呢 賺五成 我們先解碼一半對不對 落袋嘛 五成先賺起來 那剩下一半呢 華人還在買啊 距離520 還有兩個多禮拜嘛 應該還有更高點 那不管怎麼樣 五成先賺起來嘛 會不會開放 當然由總統決定啊 那另外呢 你開放旅遊 要不要做航運 不管是海運空運 所以航空股有什麼利多 常常航空有雙重利多啊 第一個這個利多對不對 第二個股息殖利率嘛 連華航都被帶起來 但是我要講華航獲利 沒有那麼好 所以華航投信不會買 重點是常農行 那股息殖利率現在是47% 4.77對不對 他已經買了10天投信 只買期場股 租農會員 特別會員 那會會價值在這裡嘛 那這種低價的熱門股 那這種低價的熱門股 隨便買到100張啊 賺多少 而且還會漲 今天又漲了 這叫輕輕鬆鬆鬆嘛 輕輕鬆鬆對不對 法人還叫嘛 那ETU這個只是暖身喔 距離5月9號掛牌 還有5月份的兆元的資金 大挪移會買什麼股票 那最近呢 操縮上我說5月5月你要出手 你要出手 類似這樣的股票 或者像五胡 那找這種重挫 足底 6個月 剩長達半年以上的股票 逢低去佈局 還有沒有這種股票可以佈局 這才是你目前的重點嘛 那當然長榮長榮行有拉回 其實還可以買進 但是我不鼓勵最高 那重點是紅低買 還有沒有類似這樣的股票 會波段大漲的股票 你要出手 那我說我找到了 我說你要跟上腳步 這個周末很重要 兆元的資金會流向哪裡 哪些股票它可以出手 38% 下禮拜一檔波段股 帶你進場 我們休息一下 五老師 電子傳產大獲全盛 大同40% 五福39% 寶瑞30% 鴻海四星廣達 黨黨大傳 特別推出感恩支持大回饋 今天入會全面38折 今天入會全面38折 機會難得盡情把握 速下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超盤習性 擁有30年股市實戰經驗 經濟短線與波段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五海讓專業誠信的 法人顧問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財富之路 市府開線022752586827525868 歡迎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現場 我說五月份你不能缺席 你要出手 專注在操盤 你要去買法人的股票 紅低去買 買期漲點 不是漲上去了 每個人都有 那叫畫素解盤 如果你的老師講的股票 為什麼你是會員都沒有 那叫畫素解盤 投顧月我最了解法人 五月份為什麼要出手 因為兩檔新的基金要掛牌 同時有五檔股票 也是高股息的 他要換股 那這裡有大概一兆的資金 會做一個挪移 三月份這一段 投信買了多少 大概一千億的資金 那接下來呢 算兆的 所以你要出手 那我說傳產跟電子並重 因為高股息的股票 上分之二都是傳產股 那你看到傳產股漲不停 看到華人為什麼買 前幾天跟大家談到過 高值利益的股票 不只投信買外資也買 大部分是傳產 會不會恢復兩旱直航 開放觀光 這是新總統決定的事情 但是你一天佈局 你已經坐在轎上了嘛 你五福里油已經撞五成啊 那我們在第一檔在十天之前 我們總共買了兩次啊 一定成交 因為收盤比我買的價錢還低嘛 所以一定成交 那尤其有一天大盤跌了七百多點 重挫 沒有人敢買 但五福里油是最後洗盤 隔天開始起漲 所以我說專注操盤嘛 那會不會恢復兩岸直航 旅油 那我們已經先坐在轎上了嘛 那我說你要提前佈局啊 就好像長榮航空 投信連買十天 那我也已經坐在轎上了啊 特別會員尊榮會員買的嘛 超級熱門的股票 每一天都有三百億的資金 你要買多少就有多少 那接下來下一檔呢 投信可能買什麼 你要注意直立一大一五%的股票啊 兆元的資金 什麼叫新兵 兩黨新兵要掛牌嘛 下禮拜四 什麼叫換股 五黨的基金 要換股嘛 因為持股內容 配息不夠好 獲利不夠好 他就換股 固定時間換股 那一檔一檔做 我們長榮航空 24號買進 33到34 當天就賺了嘛 特別會員跟尊榮 特別會員跟尊榮 然後試試上去 隔天大盤跌兩百多點 我說抗跌洗盤 根本跌都沒有跌嘛 接下來就往上走啦 那一路走到現在嘛 賺4塊 本益比等於8 限制值利益超過5% 投信買 外資也買 那這樣一檔一檔去操作對不對 對不對 就跟五湖旅遊在這裡一樣嘛 全部成交 因為收盤88.5 一定成交嘛 一次 再買一次 兩次 然後開始往上走 開始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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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漲 這樣就三成嘛 又漲 五成 先獲利檢馬一半 一檔一檔去操作 那現在呢 還有沒有下一檔股票 那我說你要出手啊 我準備好了 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們休息一下 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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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瞭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師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動乾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别的老师都带你带会员去做追长 我不一样 我只带会员买期长股低买 同时我标题一直跟大家谈不要追 我们从上礼拜三开始看好 长龙行有没有 上礼拜四长龙行 上礼拜五长龙行 礼拜一只买期长股 不用担心六天涨一千点 礼拜二五月整理盘只买期长股 四组会员总共13档 那我要跟大家谈什么 上个月大盘 很多投资人追高套牢 那如果没有处理 最近要出手怎么出手 那手上到底几档股票 那我很简单 我四组会员总共13档 到今天都一样 而且只买期长 那昨天五湖50%还是长龙行 那电子这个能不能买 我说四星跌到年限 你就红低买嘛 红海往下跌 转折点我们又红低买 这几天往上上去 我们都赚钱了 传产 电子并重 但电子股不能追 只能红低买 那传产股来讲呢 长龙行 重点在这里 投信连续买了十天 我已经做教了 汇汇价值在这里嘛 那投信为什么买ETF嘛 他标的是殖利率高于3.5 长龙行在这里殖利率超过5 在这里还有4.7 那3.5的时候他可能创新高了嘛 这一段先赚起来对不对 会不会创新高 有机会嘛 五湖这一段 五层啊 那把它拉长 这地方是不是一个绝佳 绝佳的买点 一档一档做嘛 那长龙行在这里啊 尊农家特别 三三家三四 热蒙古 每个人都买得起买得到 是一路往上走 五湖在这一个地方 买一次买两次 一只涨停 两只涨停 三只涨停 对不对 前一天再涨停 今天又涨 是超过五成 那这一个地方国际股市呢 他会整理 但不用太担心 不会升息 高股期值 高股期的ETF呢 有一兆的资金 在五月会做换股的动作 那你手上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扫描 我说你需要的是 真正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不是一天到晚 带你追高的老师 还有没有这样的股票 我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找到了 下礼拜带你出手 从低档布局 赚波段 那这个阶段的这个优惠 随时会结束 自己要把握 谢谢大家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 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课程通投顾吴老师 电子传产大获全胜 大同40% 五福39% 宝瑞30% 鸿海四星广达 党党大传 特别推出感恩支持大会会 今天入会全面三八折 今天入会全面三八折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速下专线0227525868 27525868